高考结束了 也就意味着成年了 可以名正言顺的玩游戏了 推荐几个值得玩的好游戏 第一个推荐的游戏 当然是黑神话悟空 这是一款备受期待的国产游戏 被许多人认为 这是中国第一款3A游戏 而且价格十分良性 电脑和PS5都可以玩 如果之前你没玩过这种主机游戏 推荐尝试一下 不过等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8月20号才能玩 好像也快开学了 不管怎么说也算暑假 第二推荐的是 PS4大天王 战神4 最后生还者 对马岛之魂 神秘海域4 这四款游戏 都是索尼PS平台的刚顶之作 叫好又叫做 他们出名的时候 你们应该光顾着学习呢 没太多时间玩 现在可以放心的玩了 现在来看 这期游戏不论是画面还是剧情 仍然值得一玩 这四款游戏 目前在PS5 PS4和电脑上都可以玩到 第三款 使命召唤 如果之前特别喜欢玩和平精英 强烈建议体验一下这款主机平台的FPS设计游戏 也可以联网对战 也有剧情模式 在65英寸的电视上玩和6.5英寸手机上玩 体验区别很大的 各位在玩的时候 顺便再体验一下自适应扳机和振动效果 瞄准可以用体验托罗仪 也可以用鼠标 Switch游戏也不要错过 这个平台有很多优秀的游戏 比如塞尔达传说 荒野之西 超级玛利奥惊奇 超级玛利奥奥德赛 大家不要以貌取机 不要认为这么幼稚的画面是给小孩玩的 Switch游戏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特别是任天堂第一方游戏 而且都是独占游戏 另外它还便于携带 一台游戏机 几张游戏卡 出门旅游几天也够玩了 不过一个暑假 也够好几个游戏玩通关的了 一般来说 通关完了就开始吃灰了 不过没事 有个法子不仅能方便的处理闲置 还可以把卖的钱换新的游戏 如果手上有闲置的卡带光盘想出手 可以用转转计卖 Switch PS5 PS4 Xbox都可以 转转的平台计卖 可以把吃灰的游戏机 游戏实体盘卡带 手柄一起打包即卖 我们能自主定价 下个订单之后就不用操心了 像打包 拍照 质检 上架 都是由平台负责 我们也不需要和买家沟通砍价 平台有专业的客服都帮我们做了 到时候只需要等个两三天 卖出到账就好 而且转转平台针对Switch卡带和PS光盘 都是免手续费的 该耗的羊毛还是要耗的 毕竟任天堂跟索尼的游戏 还是比较保值的 通关换新也是玩家的常规操作 大家可以去转转机卖试试 好 下面继续推荐游戏 PS四大护法 和前面的PS四大天王相比 毫不逊色 它们分别是漫威蜘蛛侠 地平线 跑车浪漫旅7 宇宙机器人 蜘蛛侠一共有三座 推荐先玩二代 地平线有两座 其中二代的画面 是目前PS5游戏的天花板 GT7也是PS平台赛车游戏的天花板 宇宙机器人的一代是免费送的 平台跳跃游戏 它把PS5手柄的特效发挥到了极致 宇宙机器人二代将于今年9月6号发布 也是很值得期待的游戏 以上说的游戏 可以算得上主机游戏这些年的精品 国内外游戏厂商赤巨资制作而成 非常值得去体验 有条件建议尝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